拒绝安卓和苹果到底怎么选 先别急 小杨先讲讲他们最近的功能差异 如果觉得合适的再入手也不迟 先说下安卓的优点 第一应用双开 顾名思义就是同台手机上 可以登录两组不同的账号 第二红外遥控 目前摄像上大部分的安卓手机 都配备了红外遥控的功能 可以作为空调电视等其他家用电器的开关 再也不用辛苦的去找专用的遥控器了 那么接下来再来讲讲苹果手机的优点 第一点像素清晰 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 或者是从事自媒体行业的iPhone 绝对是他们不可获取的一部分 因为苹果在硬件方面都是深度定制的 加上独有的色彩管理以及细节处理 所以观感上苹果会比安卓好很多 即便小杨拿着最新款的安卓 跟早两年的13PM做对比 毫无意味也是13PM的 它的表现更好 目前行情也只要32张左右 第二就是使用稳定寿命长 很多安卓手机前两年还比较流畅 但到后面因为系统维护的少了 所以变得越来越卡 而iPhone的话基本上寿命都是5到6年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6SP和XR 第三界面干净整洁下载安全 安卓垃圾广告真的是一堆都是老生常谈了 要是长辈不懂随便点击了一个链接 就很容易让不法分子趁去而入 苹果的iOS系统只能通过App Store进行下载应用 从源头上杜绝了一切风险 那么选安卓还是选苹果呢 其实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比较明确需求选择合适自己的就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